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幕 同样都是后宫干政 一个死后整个家族都被清算 而另一个死后家族却享尽荣华 他们就是吕智和武则天 干政几十年生前啊 极尽哀荣 死后待遇却天差地别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 只因为武则天在临死之前 说了这样一句话 非但报了篡权夺位之仇 还保证了武家长达几十年的荣华富贵 那么武则天到底说了什么 才能避免和吕后一样的结局呢 欢迎百度搜索武则天 最后到底说了什么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或许啊 当年权倾天下的吕智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死亡 竟然是整个吕家的灭顶之灾 自从汉太祖刘邦去世后啊 吕后临朝称治十六年 将偌大一个刘家王朝 几乎换成了吕家天下 自己侄子呢 统领三军 吕家子弟封王刺绝 吕家自此进入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可正所谓登高一跌中 吕家十六年的荣光 几乎是在吕后去世后的一瞬间 就变成了过眼云烟 公元前180年 一代名后吕智去世 不久之后 吕家上上下下全受株连 无一信念 这个曾经在历史上浩浩荡荡的大家族 就这样在后来人的抱负下轰然倒塌 相比较于吕家的落寞同样是全情一时的武则天 却在神龙政变之后 仅用一句话就保住了武家的哀容 根据啊资质通鉴的记载 神龙之变过后 李显来到上阳宫 探望了自己的母亲 再看到原本神采奕奕的母亲 突然变得白发丛生 一片苍老之后 李显情不自禁下跪痛哭 而此时的武则天也同样泪流满面 对唐中宗李显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自防灵引辱来 故以天下寿如矣 而武贼贪功 惊我至此 言外之意就是说啊 我原本打算把皇位让给你 都怪张简直啊 这五个人挑拨李显擅自做主 咱俩俩才能反目相效 也正是这句话注定了 吕家和武家截然不同的结局 经论政坛多年 武则天比谁都清楚 此时与其低声下气的求饶 倒不如打青琴牌 毕竟啊 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 这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现实 一旦李显对武家的表哥表弟心软 这就能为武家换来李显生机 与此同时啊 武则天还在李显的心里 撒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正所谓上阵亲兄弟 打虎父子兵 尽管在神龙政变中 出于共同的利益 李显暂时和张简直等人走到了一起 可武则天的一句话 还是会让李显情不自禁的产生怀疑 今日的李显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武则天 帝王星星莫过于此 而武则天种下的这颗种子 果然不出所料 在李显心中长成了参天大树 公元705年 一代女皇武则天去世 而在他去世之后啊 武家受到的宠幸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呢 是与日俱增 甚至啊 在武三司的挑拨下 李显还将昔日 有从容之功的张简直等武人 全部都发配到了边疆 武则天还用这样的方法 实现了当初对自己篡权夺位的报酬 一边是整个家族的覆灭 一边是全家上下的哀容 吕家和武家同样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强靠山 可最终的结果啊 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究其根本 或许还在于一代女皇武则天 对于亲情的把握 以及找对了队友 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啊 在那个男性为主的年代里 这两位女流之辈 却用自己的聪明和能力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就已经值得我们每个人所敬佩 那么各位对吕后和武后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